嗨,各位同学好,我是东东老师,David老师 今天还是一样就用到我们赞品读 以及国际音标的应用学习第三循环 国际式以及复苏型的练习 在上当课,我们叫了AR 如果配上尾音CH Arch,Arch,Arch 加上ED的时候,Arched 轻辅音,Arched,Arched,Arched 如果有复苏型的话 老师给大家来看一下,如果有复苏型 我是念Arches,Arches,Arches 交过生词有Arched,Arched,Arched 以及Marched,Marched,Marched 在ARC加上复苏是Arch,Arch,Arch 好了,又老师写的书籍 要利用AIOU的学习顺序 我们来看下组运音 下组运音我们找到的是A-R-D A-R-D 那在A-R-D这个地方 我们来注意一下 它是念Arch,Arch,Arch 那在这个地方 我们同学们来跟老师一起多练习一下 在Ar这个Deep Sound 这个双元音的时候 我们来先看到我们的尾音Code 不过选的是D,不过选的是D 选的是D,那这个时候 一般来惯性的时候 我们会念Arch,Arch,Arch,Arch 那注意一件事情 我们先来看Arch,Arch,Arch 因为前面是一个原因,双元音 所以D还是念D Arch,Arch,Arch,Arch 那这时候比较特别 我们来看今天的声词 在复数型的时候 来我们来看复数型的时候 我们把S抓进来 我们把Plural S把它拿进来 Plural S带进来的时候 注意一下事情 这时候这个S因为前方 有D,D是个左辅音 所以DS我们会念Z,Z,Z 注意这个发音 Z,Z,Z 也就是说DS我们念Z 那S念Z 所以DS念Z,Z,Z,Z 这个发音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我们要注意 这是二人辅音的一种 Z,Z,Z 尤其在这个尾音 我们讲说D配上一个 复数Pural S的时候 会念Z Z,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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 那这时候注意一下 同学们来听老师的发音 第一个声词 我们找的是 首音是C 首音onset C C,C,C C,C,C Ну,C Card Z C,C onset ar才是合音啊 gurd gu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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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們的onset y y很特別 我們的sending value y 那當然我們也可以 Y當這個開頭的手音詞念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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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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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我們最後一個w w帶進來的時候注意它 ar就要唸破音了 它是一個variant vowel ar有兩組發音在老師書中 我們來看ar 這時候我們來唸個variant 破音形態 我們把破音形態的diff sound 又是variant 這時候ar唸or 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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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呢 因為w去影響了a 記得 a的前方如果是w w有的時候會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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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這時候我們來唸 w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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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有三個是正常發音 一個是念variant 一個是破音形態 大家老師來唸一下c 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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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uards gu gu gu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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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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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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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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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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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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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师按个赞做个分享 老师会感到非常感谢 一样的 如果喜欢老师 对你对语法 发音还有其他问题的话 也欢迎你在影片后方 留下你的问题 老师看到 请我给你个答案 以上就今天教学 也谢谢大家收看